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协助兵的生变 这些格子称为关键格 如图 在兵前面的C6 D6 E6 C7 D7 E7就是关键格 如果此时白王占领其中的任何一格都将保送白兵生变 我们来看这个实战对局 白兵前方的关键格是C5 D5 E5 如果白王可以入侵的话 黑王则无法防御 为了防止白王进入这些格 黑王必须做到 白王在C4 黑王应该在C6 白王在D4 黑王因在D6 白王在E4 黑王因在E6 现在白王入侵C4 D4 E4 这三个格都可以三步到达 而黑王如果进入E6只要两步 到D6需要三步 到C6只要四步 现在你知道白方应该从哪个方向占领关键格了吗 具体的我们来看看对局的视频 王D2 王F7 王C3 王E6 王C4 王D6 王D4 现在管理黑方走哪 白王都可以到C5或者E5这个关键格 走到这里 我们已经在上节对王范例中得知 白王在兵前两王相对轮到黑方走 黑王将失去对王状态 白王将逼退黑王使白兵生变 如图白王为了保证兵生变 必须占领 G7 G8 两个关键格 圣 和 起结语 谁先走 具体的我们来看看对局的视频 白的先走 王G4 王C5 王G5 王D6 王G6 王E7 王G7 占领了G7关键格 再冲兵 白胜 我们看 E6 王274 王F5 275 王G5 已经追不上了 276 毕竟生变 如果黑的先走 黑的先走 王C5 白王G4 王D6 王F5 王E7 王G6 王F8 白方无法占领 G7关键格 只能走 王H7 否则黑王一进入 H8就合齐了 王F7 H4 王F8 H5 王F7 H6 王F8 白方只有两个选择 要不出王 让黑王进入H8 何其 要不几方被逼合 所以他走 王G6 王G8 H7 将军 黑王H8 白王H6 何其 卢土是白方多一兵的残局 看上去引起很简单 实际上呢 它是需要一点起胜的技巧的 首先我们要明确 B6 D7 两个格为关键格 如果白王可以入侵 这简单引起 为了进入这两个格中的一个 白王利用等招 好 具体的我们来看看对局的视频 王D5 王C8 王D4 这个时候 如果王走 D6 黑方 应该王D8 白王是进不去的 所以他会走王D8 黑方不能走 王C7 因为有王C5 白王必退黑王 入侵B6格 白方走 王C4 等招 王C8 王D5 现在黑方处于没有有效的找法状态 接下来 王D8 王D6 王C8 C7 王B7 王D7 入侵关键格之后 白胜 好 关键格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再见